解释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结婚时年龄都不小了 当时他一无所有 但我还是一无反顾地跟了他 无聊从一无所有奋斗到现在 日子也算越来越好了 但他跟我的心却隔得更远了 我以为他是一个值得依靠的男人 但他现在做的很多事都太不言味了 我对生活挺知足的 但他总觉得嫁给我有点后悔 他应该调整心态 别对我太可可 我想做全职太太 但他硬是把我往女强人的路上逼 我现在觉得这段婚姻 真的很失败 掌声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小张 37岁来自河北个体 女嘉宾小范 37岁来自河北个体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今儿来想说点什么呀 因为现在就是在别人看来 可能我们的婚姻挺幸福美满的 但是我感觉现在这个生活 根本就不是我一开始想要的那种婚姻的样子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在家里面相夫教子 现在呢 然后我的老公在外面奋斗 但是现在我感觉我的老公他根本撑不起这个家 就是现在他完全就是把我推到前面 让我孤军奋战 什么意思要道理 比如说最一开始 我说咱们俩都做这个商业主持 收入方面也不是说太稳定 就两个人结婚以后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这个工作室 挺好 成立工作室的时候他不同意的 费了好大的劲 我才能说服他 让他去成立这个工作室 但是你想吧 就是你成立工作室之后 你需要自己去外面这个拉业务 对不对 然后让他跟我去 就跟我去了两三次 就生拉硬拽都不去了 我不喜欢那样场合 我不喜欢说话 让喝酒出去喝酒他也不喝酒 你说你出去谈生意的话 咱们求人家办事了 咱们得喝酒 我一看那么多陌生人 我就不知道跟人家说什么 那我对我来说也是陌生人的 那你媳妇就能跟陌生人 毕竟人家长得也漂亮 人家能说会道的 我都插不上嘴主要是 他就永远有理由 到后来他干脆就不去了 你说咱们工作室 你是老板 工作室开了 你下面还养着人呢 其实主持 我感觉这一块就是 就是两口子之间 应该不分你我 你看他就不像一个男人 男人就应该在外面闯事业 他就总想就是守在小家里 男人也分不同的类型 跟女人一样 女人也分不同的类型 咱不要老是一个类型 我不希望他成这个样子 你就说他就行了 接着往下说 他就愿意守着这个家 我每次出去以后 我基本上有应酬的时候 你问他 我们家里备了一大堆 这个解酒药 我都要提前吃 我不吃的话 我在外面 我还生意还 我还没吃过 我还没吃得一碗 我还教你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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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保护好妻子啊 那你咋不去呢 说真的 我真的是不善于应酬 但你就不怕你媳妇喝坏了 对呀 您看主持人都担心我 你都不耐心 两码的事啊 这还放心出去喝呢 她就这样 我跟你说 她就是熟不起来的阿斗 还有其他的让你不满意的吗 再一个就是说 咱有一个闺女了 再生一个老二 要个儿子不挺好的吗 而且渐渐地你出去 把这个生意谈起来 那么我就可以安心 在家调理一下 毕竟都三十七八岁了 我不能管喝酒呀 我还想再生个儿子呢 我特别想要一个儿子 就这方面就说一次就吵一次 一个闺女 咱经过这几年 也花了不少钱 这个日子刚稳定下来的 你再要一个 现在又先家的房子小 又先这个车不好 你说你这个钱 将来你攒那么多钱 你是给儿子换房子 还是给咱们换房子 她就想守着 她现在这堆钱 一直到老 我感觉现在 这种状态就挺好的 你才三十多岁 你要不是六七十岁了 人家七十岁还创业呢 你三十多岁怕什么呀 生儿子就把他愁的 我一给他提儿子 房子呀 车呀 彩礼呀 那教育的费用呀 不是也有可能生女儿 生女儿那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这什么我发现 你这思想还挺封建啊 你这儿 我不是封建 我这儿一双全嘛 一胎就挺好的 你要那么多孩子干啥 就再加一个 哪是那么多呀 是觉得压力大吗 还是 是压力 压力大 过日子的就是拼拼稳稳的 要不然你就规划好了 我这不规划好了吗 我不是想让你 把你收起来 你去谈生意去啊 规划好了 你不是要十个孩子 不更好吗 那能那么着吗 您当初是怎么看上他的呢 当初我就觉得他挺老实 对不对 然后挺踏实的 现在不也老实也踏实吗 没变啊 但是男人骨子里 不应该就是愿意闯 愿意奋斗吗 我就觉得就是 这么老实一个人 我跟他我放心啊 然后我就可以在家里 带孩子收拾收拾家 我每天做饭等他回来 你现在不放心吗 不是依然放心吗 现在问题是我成了他 他成了我了 他现在在家带孩子看家 我出去闯了 行 我问问 你放心吗 我也不放心 这不是没有办法吗 没有办法 你是真窝囊啊 兄弟 没办法 我就说他就周不起来 还有什么呀 你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你不想着怎么往家挣钱 光想着我媳妇挣这钱 我守住谁也不能花 连我买衣服都不让 就我买衣服这件事 还差点离婚 可不是这么回事主持人 家门贵的都满了 都堆成山了 还买 有一次弄了七八件衣服回来了 我自己挣的钱 我家里钱都是靠我自己挣 上一回那个七八件衣服回来之后 我买几件衣服还不行啊 我上来上一次 弄了七八件衣服回来了 我就说着他两句 不高兴了 人家要离婚 我说不行这衣服 我给你卖了他 我自己挣的钱买的衣服 你凭什么给我卖了呀 救的不去 现在不来呀 既然你这样干 你就干吧 差不多了吧 就这么点事吧 多了 现在谁家的孩子 从小都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吧 起跑线在哪啊 没看见 人家现在孩子一周多 是吧 那个上外语 早教 然后三岁上幼儿园 是 就算不上早教 那上幼儿园也很正 很正常吧 起早就把他爸妈 接过来也看孩子 我就感觉着孩子嘛 你说你爸妈跟幼儿园 的老师那样一样吗 小的时候 他长得健康就行 在一个时候 爷爷奶子带着他 咱也放心啊 一年省下一万多 两万块钱 咱能干点别的 干点偷 你两半能干什么 我就问你 你两半能干什么 六岁上幼儿园 七岁上小学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像我爸妈 把我不带也挺好 带就你现在 就一点奋斗的精神都没有 那你说孩子 跟你爸妈学啥了 就会跳广场舞 一扭就跟那广场上 老太太一模一样 你孩子回来一跳舞 多多活活呀 那你看看 人家在幼儿园 孩子跳的是啥舞呀 真没上幼儿园啊 没有 就因为这事 接踢发挥 去年把我爸妈 变相地给撵走了 你又不是独生子女 你们家兄弟仨呢 那凭什么 你爸妈只在咱家住人 咱家不比你哥俩 过得好点吗 你就找个借口 又不出门了 我进会儿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成长起来 你怎么就不成长了 行了 孩子的教育 爸妈的去留 又是个大问题 你们家的事 还真是没一件小事 而且他这个经历 他就不往正道上使 该知道他自己是老板的时候 他觉得 哎呀 你行 你上去 不该他当老板的时候 可认为自己是老板了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们工作室 有一个策划师 这小伙子特别能干 长得又精神 这事你就别提了 这事 怎么我怎么就不能提 我必须得提 你不先丢人哪 人家活动的时候 我知道他过生日呢 找同事给他订了个蛋糕 这都没完了 给我盖高帽 上纲上线 没过三两天 连跟我商量不上 人家是老板吗 找个理由 就把人家给辞退了 我后来怎么求人家都不来 那是不是一大主事 你看主事是这样 他平时天天念叨 你也不够爷们 不是个男人 我就感觉一看这小子 有嘴挂舌的 我就感觉不放心 我的生日 我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没过过一个生日 人家一个员工生日 你记得那么清楚 你就不是男人 男人心胸是宽广的 你说我能放心 再一个说 我跟你说媳妇 今天你应该 起码高兴才对 你说我把她刺走 我不是爱你吗 我高兴什么呀 咱公司一个人才 你这小心的眼 针尖大 你把人辞退 有本事 要不这工作你去做 你能做得了吗 我就感觉你 你应该收一收 现在你就是膨胀 你知道吗 你眼睛你放到脑袋关上 是我眼睛在脑袋关上 你非要让自己 弄得这么累 你就坐到这底下 你就脑袋 你就看上半这一小号 是是 你能把目光放长远点吗 咱不吵了吧 赵宾那个嘴上 给他留点面子行吗 你不能见人就说 我不够男人 行吗 你就没出息 行 听明白 你内心就不够强大 他内心还不够强大呢 细数一下你用的词啊 缩薄乌龟 不是个男人 头上就那么一点天 反正还有难听的 我就不记 我为什么听不下去 我那是时日求是了 就给他这个词 不是 你别实事求是了 这词就给他量身定做的 不是 你今天来干嘛 离婚是吧 就任何一个男人 听到这些词汇 形容自己的时候 不离婚就真的不是男人了 你是男人吗 是 今天是来离婚的对吧 不是 那您今儿来干嘛的呀 我就想带他过来 让老师们帮我劝劝他 劝他什么 好好地做好一个老婆应该做的事情 不是 老婆应该做什么呀 人家要给你生娃 你不要 对吧 人家要跟你过日子 你不好好跟人过 人家给你挣钱 你吃醋 这老婆没毛病啊 我就想是 借助这样一个机会 把他都 明白了 不要让他那么膨胀 对 让你做一个真正的老板 他做老板也无所谓 别太膨胀了 我就跟他 太膨胀了 行吧 行吧 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